我之前寫那個 江蕙姐那個露喉聲 是我極少數的米娜語創作 極少數 而且那個是我是第一手發表的 很特別 那時候我跟結倫是新人 名不見經傳的新人 然後但是我又是公司 負責推歌的人 就是拿個demo帶啊 然後去推歌的 因為那時候唱片公司 收歌他會通知版權部 那版權部通知歌手 那我們去去遞稿 然後他們就聽到 樓虎現在這首歌 就打電話來公司 我接的喔 他說這個樓虎現在這首歌 還蠻好的 我們這邊要用給那個江蕙姐唱 我就超過開心的 你知道嗎 但是再補了一句 那我們可不可以只買曲 千真萬確 我想說完蛋了怎麼辦 我不能講說不行 我們詞曲一體的 不行 我只好說可以啊 他不曉得講的人是寫詞的人 他不曉得 那對你的至尊 可能咬一口 因為歌詞要筆稿 我們是新人說筆稿更辛苦 一個demo帶個旋律 可能他發稿給五六個人筆稿 發稿給五六個人筆稿 意味著四五個人會白寫 為什麼我只需要一份而已啊 那唱片圈是這樣子啊 你筆稿輸了 沒有論稿費 零底薪 就沒有的零 就是說你一個月 哪怕筆稿了三次 如果三次都沒有中 你那個月就是沒有收入了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可以 我只能這樣子講 我不能說不行喔 這樣子啊 兩個禮拜後 他又打來 他說那個詞 我們也一起買好了 他應該有找人去比稿 應該有找人去比稿 因為我們那時候 沒有任何獎項在手上 差點成為遺珠 他不好宣傳啊 那個珍珠才是最亮的 那時候我們沒有任何的背景 你現在會不會有這種情況 人家要你的 就是因為你的名氣 所以他一定要你的 應該是講說 有一半是這樣子 沒有錯 因為你是變成品牌之後呢 人家去打歌的時候好打 就可能像有一些 你現在可以拒絕一些歌手 你不願意幫他們寫嗎 我通常只要時間允許下 我會寫 我還可以配合修改歌詞 之類 因為我不會說 我們就辛苦爬到這個位置 你動的歌詞不行 有時候我還會修改個 整首推翻都可以 有人現在還敢打你槍嗎 不會吧 不是不是 他不是都寫得不好 而是說 他們有些關鍵字放的位置 不是他們要的 那你願意接受 可以 因為我覺得說這是工作 你會不會擔心現在 可能因為你的盛名之類 你會有越來越多的作品 可能會遭受到不同的評價 你會不會擔心這個 我覺得多少會喔 因為有時候網路上也在批評 說你的什麼遲早華麗 什麼堆砌遲早什麼的 我就覺得說 原來有這樣的想法 合理啊 合理 我覺得合理 然後就是有些合作人家會批評 你創作的動機啦 確實會 但是我覺得就創作者而言 我們的歌詞是音樂服務 但是任何事情 你要把它獨立出一個元素 出去做任何的評價或批評 他都是 我們看很多的做文字工作者 他們都有所謂撞牆這個經驗 你又有撞牆 就是實在出不來了 我知道就不知道靈感 因為我常撞牆啊 撞著頭破血流這樣 因為你寫的歌太多了 然後你就會避免自己常用的詞會出現 怕重複 對 譬如說可能 屏風 秋刀魚不會出現了 好 類似這樣子 就是因為秋刀魚的滋味 什麼貓跟你都想瞭解 這個句話人家太有印象了 你在用個什麼什麼 你想要吃的秋刀魚是我們過往的一段回憶 我再也不能離開你 雖然用到秋刀魚 可是意境不一樣 我都還會避免 那麼喜歡秋刀魚 我的困擾來自於這裡 就是說你不能用自己用過的語繪跟畫面感 那這個就是所有的撞牆 所以你現在的創作會不會越來越困難 你感覺你自己的創作之路 我覺得會喔 會 因為你要避免自己的影子出現 或自己創作的詞句 有類似的畫面感 那你會避免 那避免你就要 另辟創作的方向 或者是故事內容 會比較困難